另外今天在高雄的晨清湖还有一场是大型的全国水土保持义工大事活动 全国水土保持义工大会是每次义工队伍都显得神采奕奕 这次的活动特别选在高雄县城晨清湖是因为有鉴于上个月在台北举办反应热烈 做下一篇两万人次的参观记录 这次现场的布置也别出心裁 民众可以亲自体验大雨的情境 还可以用游戏的方式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 现场解说员也卖力解释草类根系对水土保持的正确姿势 绿色草它会把我们的泥土完全抓住 另外义工团队的义工嘉年华活动展现各义工大队这一年来的活动成果 为这次的活动掀起高潮 才是新闻赖一轻高雄报道